这是一场本该在去年509大选开打的选战 如今却成为西蒙执政后的第七场补选 第十四届大选提名日当天 公正党候选人斯特兰 由于没有选委会所发出的通行证 而被禁止进入提名中心 结果国阵候选人 也是实任斯美兰州务大臣 莫哈莫哈山不战而胜 斯特兰去年入禀法庭 以莫哈莫哈山重选不合法为由 要求燕斗州议席进行补选 结果法庭裁定 燕斗州席选举成绩无效 必须举行补选 改朝换代后 莫哈莫哈山已经是国阵兼巫统代主席 而国阵在过去两次补选都胜利告捷 燕斗补选也将会是一场没有悬念的选战吗 其实即使不把509大选的不战而胜 计算在内的话 莫哈莫哈山或者说我们更熟知的 Dokmat 连续三届在燕斗州议席完成了帽子戏法 大胜对手 这回就拼拼看能不能成就个扑克戏法 不过说实在的 很多人都觉得这场选举毫无悬念了 怎么看都觉得Dokmat的胜算大很多 据说就连希盟的民调也显示 有70%的受访选民会投票支持Dokmat 民调这回事嘛 不同对象的结果其实也会很不一样的 像我们自家的民调结果就有一些不一样了 你看53%更看好公正党的代表斯特兰胜选 但也有47%支持Dokmat 看来是势均力敌的 那我们还是来听听时评员怎么说吧 欢迎志峰 两位好 那你觉得这场选举有没有悬念呢 这场选举是应战 但是从目前的台面的情况来看 Dokmat是占有优势 那么初期的分析我会觉得说是73% Dokmat有70%的胜算 然后公正党的斯特兰有30% 这样子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其实一个是要赢得风光 一个是输少当鸣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吧 那其实志峰之所以会说 觉得说巫统候选人 更看好巫统候选人 其实会不会很大程度 也跟当地的一个选民结构 就是马来选民占多数 还有民情有关系吗 其实这一个巫统的选区 这原本是巫统的选区 那么Dokmat占优势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他本身的这个个人的因素 以及个人的魅力 因为然到是属于这个甘榜 以及这个乡区 那么在乡区来讲说 你对一个当地的选民 他们更希望看到的候选人是 我认识他 而且我认识他家里的青鸣 然后他也认识我的叔叔 我婆婆 我的姨妈 我的姑娘之类的 所以这种人际的关系呢 让Dokmat在这个燃道区占有这个优势 再加上他本身是前周五大臣 而且呢 他在当地的这一个华裔跟印译 都有一定的这个支持率 他曾经帮过燕斗的这个华销 同时呢 他在当地的一间神庙 就是燕斗竹林这个观音庙呢 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当地的这个庙的领导人 已经说了会支持Dokmat 所以这一连串的因素加上来呢 那么就让Dokmat在这一个初期 竞选初期呢 是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看来这个选民结果还是对 巫统有利一些 说回这一次的补选呢 虽然说是有四角战 不过呢 主要还是由巫统的这个哈山呢 对垒斯特兰 也就是西蒙公正党的候选人 看来两个人的实力吧 这个莫哈莫哈山呢 在当地呢 已经扎根15年 获得了当地人的爱戴 斯特兰医生呢 曾经是无国界医生 到过阿富汗参与救援行动 单看这样的一个背景呢 好像谁会胜出 也呼之欲出了 那莫哈山可以在当地呢 老树盘根 他一定有他过人的实力吧 对 因为他是周大臣 而且他又是道道地地的 这个燃道人 那么再加上对手呢 虽然说这一个补选 是因为斯特兰入禀 法庭导致这个议席宣告 那么对于当地的 这个应议社群来讲说 现在公正党推出了 这个应议候选人 所以公正党在这一方面呢 他是非常计较 他知道说他在马来票 有54%的这个马来票方面 他没有办法推出一个 而比特曼更强的马来人 所以如果他应议推出一名马来候选人的话呢 他其实他没有办法获得马来选票 同时他也会丢失印议选票 因为印议有27% 是全国第八高的这个印议比例 第八高的这个议席 那么对公正党来讲说 他认为要拿下这一个的这个州议席的话呢 他必须要有至少70%的这个印议选民支持 然后70%到80%的这个华裔 再加上30%的这个5亿 他们的formula是这样 就能够有机会拿下这个验读 但是对DOMAC来讲说 他的方程式是他现在胸有成竹的 是有70%的这个马来票 那么在华裔选票方面呢 有20到30% 那么在印议选票方面呢 他应该可以拿到30到40% 如果根据这个formula来跑的话呢 那么这个Mama Hassan 他在这一次的这个补选中 他的多数票应该会以3000票以上 胜出这个软道 那反观斯特兰的话 其实他只在当地服务了三年嘛 就是小到巨大数的那种感觉嘛 可是为什么会选他呢 公正党就是没有别的人可以上阵了吗 还是他也有什么优势呢 公正党在领选候选人方面呢 他已经锁定了这一次的这个软道选民 会以种族来做投票的这个取向 所以在无意候选人方面呢 已经是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推出一个比DOMAC更强的人 就算Rafisi下来的话 也没有办法在当地能够获得当地马来人的这个支持 因为当地是乡区 然后甘榜嘛 是要有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联系 那么撇开这个无意候选人的话呢 那么就剩下应议 那么对应议的这个选民来讲说 他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个斯特兰 因为这个补选是因为斯特兰入兵法庭而选公 所以如果在这个关键点上 公正党再派出另外一名候选人 比如说这个仁报区的主席也是一名应议 但是可能就会对这一个斯特兰 或者是斯特兰的支持者来讲说 会觉得不公平 就是因为这个议席 因为我的这个努力而选公 但现在你不派我 你派其他人的话 可能会出现倒票 或者是这些扯后腿的情况 或者其他党员的不满 那看来呢 这个斯特兰的胜败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之前呢 乌一合作 让两场的这个补选呢 都让西蒙吃下了败仗 如果说穆罕默哈山呢 首吐成功的话 会不会冲击这个州政权呢 如果穆罕默首吐成功的话 第一呢 是加强他在巫统内部的这个形象 因为过去他领军的两届大选 两届补选 就是金马伦跟这个什么年呢 都取得漂亮成绩 那么如果再拿下一层的话 就是他自己的老巢的话 那么对他的形象来讲是加分 那么另外一点更重要 我觉得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 如果在这一次的这个补选成绩中 这一个华裔跟英裔有回流支持 这个Domart的话呢 那么对Domart来讲说 就能够让他把巫统带回中间路线 因为这个中间路线 对国政来讲 对巫统来讲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一次的这个补选 华裔跟英裔继续抛弃这个巫统的话呢 那么巫统在没有获得非马来人支持之下 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往保守派靠路 继续往伊党靠拢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会出现很激烈的这个种族 政治的这个争夺战 那么对整体的马来西亚的发展来讲 不会是一个好事 那么同时呢 对巫统对国政来讲说 他们接下来的路会更难走 所以独马胜的话 他的更深一层的一是在这边 那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呢 就是这一场的补选呢 是国政模式的这个考验 他跟过去两届不同 过去两场的补选呢 伊党在什么涅根 在这个金马伦都有15%的这个支持率 但是来到这个软道呢 伊党的支持率是相对的弱 他只有大概是4.5%的支持率 所以伊党的这个他的角色 没有这么明显 反而是国政其他两个成员党 就是马华跟国大党的配合 对独马来讲很重要 那其实反观西盟呢 因为也有说这场补选 其实是安华任向的一个指标 万一西盟败北的话 万一就是公正党败北的话 其实对安华或者更具体一点 对安华在党内的一个地位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这个安华指定的这个候选 实际上败选的话呢 会直接冲击两个人 第一呢就是安华本身 第二呢就是圣美兰的这个走务大神 因为安华现在的老朝 已经不是本马当报了 我们忘记他现在老朝是Protection PD 因为他是PD的国会员 PD跟这个人报不会相差太远 所以现在呢 安华是毛图全力都去拉票 如果他如果这个输掉的话呢 那么对安华来讲说 他在党内他将会面对另外一派 他就是安华派系的这个更强烈的 这个逼他 当然还不至于到逼宫 但是他会感觉到安华会感觉到 很不自在 因为当初他坚持说要让斯特朗上阵 所以这一点呢 对安华来讲说 他的这个自由度跟他的这个空间 会受到挤压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西蒙在这一场的这个不选 败选的话呢 那么将会让国阵 特别是巫统有更多的这个文章 更多的这个武器来攻击西蒙 那么西蒙接下来呢 他会继续处于 这个防守 而不是进攻的一个做法了 那其实对这两大党 或两大候选的人来说 验斗不选都是他们势在必得的啦 至于另外两名的这个独立候选人 抱歉啦 必须现实的说句 要是能保住安华金 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成绩啦 相信志峰也认懂这一点 他们不是主角 非常谢谢志峰 谢谢你 谢谢你